Vinz还有我们家的这双鞋子 搭配这样一套我就觉得刚刚合适 是这个棕色系嘛 棕色系是很百搭的 那我觉得它整个一身太黑了以后 我需要一个其他的颜色的鞋子 千万不要搭黑色的了 太黑了 所以在中间加上一个棕色的皮带 搭配就比较好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Vinz的这个鞋子 Vinz的这个鞋子呢 我是穿36米 DX皮质的 材质很好 然后这个应该是小牛皮吧 就有点像小牛皮 小羊皮 感觉有点像小羊皮的那种皮质 非常软 非常非常软 我也没仔细看 我没仔细看它是什么样的皮质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皮质摸起来 有点像小羊皮 很软的 然后这双鞋我挺习惯的 它是这种方头的 现在比较流行方头的嘛 下面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种打了一个结的 还是蛮有一点点设计感的 根也不是很高 大概5厘米的样子吧 属于中根鞋 这样子的话 穿起来走路也不累 我觉得利用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一双鞋 这双鞋我蛮喜欢的 我觉得很有设计感 然后棕色呢 又是百搭 然后这个皮质又非常舒服 它是内外全部都是这个小羊皮的 包括它的鞋跟上面的包的皮的话 跟它上面的这个皮质是一样的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统一协调 然后我就是用来搭这一套 我就觉得这样搭配会比较好看 这个不偏码 我是穿36码 就正好是36码 一点不偏码 这个也是Vence他们家的 但是这个现在穿的话 可能有点热了 但是前一正买的 我应该是三四月份的时候 买的Vence他们家的 这个上衣来搭配下面就是有一些花的裙子 像我以前很喜欢的那两个小兔子的 我穿了好多年了 那个裙子每次穿都会被人夸赞 我就舍不得认 Vence他们家的品质确实是做得很好 然后它这个小针织一点不起球 我已经穿过好几次了 有一点设计的 是这个地方有一点折皱过来的 但是呢 它是body shoot的款式 也就是下面会有这样一个扣子 把扣住的 你这种折皱下面没有帮住的话 它就很容易往上折啊 皱啊 它就没有那么好的形 其实我对body shoot的衣服不是很感冒 我觉得上厕所比较麻烦嘛 但是有些衣服确实是需要这样的造型 它的那种版型才能够出来 就比较好看 不会皱皱巴巴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是一个百搭搭配衣服 就是下面你可以配什么红的黄的绿的蓝的 什么颜色的裙子裤子都可以 甚至于来搭我那条什么什么毛的那条裙子 我觉得都很合适 现在呢 如果说它在打折的话 建议大家入 现在是穿不了的了 就留到秋冬的时候再穿了 这件T恤呢 也是Vans他们家的 然后这件T恤我非常非常地喜欢 虽然说你看只是T恤哈 你觉得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一些好品牌和普通一点的品牌的T恤的话 你一上升以后你就会发现非常大的区别了 就它会出来一种效果 就是这个版型特别好 就穿在身上你整个人的气质都会不一样 哪怕它只是T恤而已 但是真的会气质很不一样 这件T恤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又是那种雾霾灰蓝色吧 然后这个颜色出来 我觉得那个效果特别好 特别高级 然后整个版型啊 各个方面啊 然后一下子就很提升气质了 我非常喜欢这件T恤 然后这件T恤我买的是XS 刚才那件黑色的也是XS 所以这件我穿XS就刚刚好比较贴身 如果你跟我差不多的话 你可以XS或者S就行 但我觉得欧美的品牌很多来说的话 大家尽量不要买大马了 就是版型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这个我真的穿XS就刚刚好 这也是Vans他们家的一个短袖 现在刚刚好可以穿的 然后这个码呢也是XS码 材质也是那种棉麻材质的 这种棉麻材质的 然后穿的特别特别的凉快 然后在衣领的地方呢 它是有一点那种针织感的做法的一个衣领 我觉得衣领还蛮重要的 就是有时候衣领很显衣服好还是不好 你看有些衣领它就一洗就垮掉啊 变形啊什么就没有型啊 为什么它就价格那么便宜呢 领子这个地方如果做成这种 真织款的哈 它的型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变形 就是你穿的久 你孕一下以后会好看很多 然后这件也是蛮百搭的 你下面搭一个咖啡色的那种褶皱裤啊什么的 都很好 哪怕经常我来搭什么Lululemon的那些打理裤什么的 我都可以搭配 但看你自己了 我觉得穿短裤啊搭配都很好了 现在是正好可以穿这个的时候 然后这一件也是Vence他们家的一个背心 它是那种丝滑褶皱的 就跟三宅家的褶皱不一样 我觉得它这个摸起来比三宅的褶皱舒服 像三宅的这种褶皱的话 你摸起来就是粗粗框框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那么细腻嘛 没有那么丝滑的感觉 然后这个它是非常有丝滑的 而且你会看到它的那种光泽度是非常好的 这件衣服非常非常的显好 它的领呢也是这种针织的材质的领 然后后面有一个拉链 把它拉下来再穿 然后这个领呢它是比较贴脖子的 如果你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贴脖子的 那可能就不适合这一款 但如果你觉得嗯贴脖子比较好 喜欢这种款式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一款 这款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因为它是这种材质的嘛 所以穿起来凉悠悠的 非常非常好看 很有气质的一款上衣 我买的也是X 这个是XXS 这个我买的是XXS 因为我想的就是它下面是折皱的嘛 就折皱的通常来说摆得很宽 所以我不想太宽了 我就买的XXS XS的话 它的领可能这个地方没有收到那么紧 然后我觉得这款也是非常好搭配的一件衣服 而且这个颜色的话挺显一个人的气质的 就是也是百搭的一个米白色 那我很喜欢这件衣服 我觉得这件衣服又好穿又很出气质 非常好又很好打理 就是也不怕褶皱啊 它本来就是褶皱的 然后买了一个墨镜 我很喜欢就是Gentle Monster 他们家的这个墨镜 他们家的经典款就是HER 那个那款 那款已经出了 应该有两三年了吧 跟新款价格还是一样的 我没有买新款 就是墨镜就是要买经典款 没有必要就是要追求新 我一定要让它看起来显点小 然后看起来特别有明星范儿 特别有气质的那种最重要 想了想 我还是买经典款 然后这个包装跟网年的包装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这款墨镜呢 我已经戴了一段时间了 也是没跟大家开箱 所以既然一起给大家开箱了 那这款墨镜非常好看 特别显脸小 你看看起来好像我的脸 只有墨镜的一半 然后特别特别特别的显脸小 你看特别有明星范儿的那种感觉 真的我很喜欢这款墨镜 然后它也不会下滑呀 蛮轻的也不会很重 就是很压鼻梁啊 就是有些墨镜戴了以后 取下的时候 这个鼻梁上面都是很深的印子嘛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印吧 就比较轻 而且还比较好戴 我特别喜欢这款墨镜 哪怕就是戴在头上的时候 它也蛮紧的 不会很容易就是滑下来 毕竟它是韩国的牌子嘛 那就是按照我们亚洲人的那种 脸型啊轮廓来设计的 像欧美的一些很多墨镜呢 是针对他们的那种脸型来的 欧美人呢 通常是这样子的长法 就是比较鼻梁很高 这样子竖着着 然后我们亚洲人通常会扁平的这样长嘛 所以我就觉得Gentle Monster 他们家的墨镜还蛮适合 因为我们亚洲妹妹带的 就推荐给大家 然后这个墨镜也是我最近 带的最多的 我应该是今年最喜欢戴的墨镜了 我在Siri也买了一件 就我看它打折嘛 然后我也买了两件 然后这件是一个墨绿色的 一个短袖衫 但它是短袖针织衫哦 这样子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地方 它是那种毛线质地的 然后是有一点点镂空的 所以穿的不会那么热 如果你是在空调房里面的话 这个你是可以穿的 短袖T恤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直接穿出去的话 夏天还是稍微热了一点 所以我现在也没有给它拆封 把它打折嘛 就买上来囤着 放在哪里就好了 然后我的这个是P 最小码Pretty 就这个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高级 对它是那种墨绿色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款式也不错 好像没打折之前我就挺看重这款的 只是当时没买 而且看到 应该在打折了 所以我就给它收了 然后这个呢 是酒红色的一个短袖T恤 这个也是Selry他们家的 然后它的这个T恤摸起来 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的这个棉啊 非常的丝滑 感觉汁的很密 这个呢 我是想来搭配就是Lululemon的 这条Align的裤子 也是这种酒红色 他们两个这样搭配出来 就刚刚好 就这两个我觉得搭配的非常好 哪怕你没有运动 直接穿出去也就是OK的 Selry我就买了这两件吧 其他的都是给我老公买的一对衣服啊什么的 我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 Apple Watch 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不爱运动的人嘛 所以Apple Watch出了这么多年我也没买 然后最近呢我开始运动了 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再不运动 身体真的会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但是一运动起来 色彩太一样 好像这毛病都跑掉了 然后平时只要不是太晒的时候 我就会出去走一走 哪怕只是快走 不一定要跑吗 Apple Watch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其他的功能好像我都没有用 我只用它一个功能就是Walk Out的功能 然后可以有一个计时 好像没有什么太差 你把手机揣在桌上什么都可以 但我觉得手机很重嘛 戴着手表呢会方便一点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计时和不计时还是有区别的 就不计时的话你可能走走 算了不走了干嘛呢 但是你要计时的话你会想 嗯我今天的目标还没有达到 就会督促自己继续的走下去 直到走完自己刚才设立的目标 然后这个是我比较中意它的地方 可能它也不贵嘛 但如果说你要运动的话 我还是可以入一款这个Apple Watch 搭配的就是这个米白色的手表带 然后表盘是那种金色的 我觉得这个搭配还蛮有看的这个颜色 这个也是Vans他们家的 但是这个我觉得一般吧 也是我之前买来的后来打底 就是你看我穿过几次以后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洗手 肤感很舒服 戴着什么型啊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型 这件很普通 好了以上就导数今天的分享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大众的赞咯 下一期的Lave Beauty再见了 拜拜